台湾苏花公路他方救援进入第九天 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 为苏花公路罹难路客设置灵堂 台湾五都选举候选人今天进行好次抽签 北中南各地抽签现场冲突不断 为什么参选人都这么重视浩子抽签 不同的浩子有怎样的说法 东南卫视台北影博士专访台北大学郑佑福教授 为您带来独家解读 台湾艺人大S与大陆翘江南少东汪小飞 都在各自的微博上证实两人已经闪电订婚 台海资讯前沿两岸独家试点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优敏中吉祥林 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韩哲 今天有我在福州和在台北演播室的 驻台观察员陈赫南 我们一起为大家带来海峡两岸的新鲜资讯 赫南你好 韩子好 观众朋友好 我是陈赫南 在东南卫视台北演播室 祝大家晚上好 好的 我们首先要带大家来联系 我们东南卫视驻台记者许思颖 思颖您好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台湾苏花公路搜救失联大陆游客 目前的最新情况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播 那么今天是台湾苏花公路搜救的第九天 那么今天宜兰地区是没有下雨 台湾的搜救人员 持续抢进苏花公路的救灾现场 今天他们一共出动了200多位的搜救队员 还有6台挖掘机进入苏花公路 早上他们全力开挖了苏花公路 114.5公里处的土石堆 那么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的 他方路段的崖底发现了 这个轮胎还有多处的金属反应 所以说搜救人员怀疑 这边买有游览车的残骸 那么另外我们了解到呢 台海军在今天早上11点30分的时候 派出了这个配备了 声纳能够侦测水底义务的 这个诺克斯的军舰 来出海寻找搜救的失踪人员 并且他们还希望利用这个军舰 来巡查北部海域水底 是否有这个金属的反应 那其实根据台湾的专家的意见呢 目前因为这个洋流正在逼近台湾 所以说尚未找到的车体的残骸 如果是掉到海里的话 很有可能是顺着洋流经过这个台湾的 这个富贵脚漂流到了台湾的北部的海域 并且这个洋流的速度 一天可以达到100公里 所以说这可能也导致说 海上的搜救的范围 可能还要再继续扩大 那么在搜索结果的方面 截止到发稿前 今天在114.5公里的现场 找到了疑似游览车的这个 座椅套安全带 还有这个走道的踏板 另外呢今天下午搜救人员在114.8公里处 还找到了一个银色的手提袋 还有一些男性的衣裤 那至于这些是否是创意旅行团的 留客留下的海上送交这个鉴定 那么台军的鉴定 今天则在海上找到了一块 这个遗骸还有一个轮胎 好的谢谢思颖为我们带来了 苏花公路上最新的讯息 那么今天台湾苏花公路 他方搜救已经是进入到第九天了 失联的大陆游客公宴已经确定离难 公宴的姐姐得知消息之后伤心欲绝 今天一大早前往宜兰地检署了解详情 那么其他的失联团员的家属也是随行 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则是在台北医学大学 设置了灵堂 家属今天下午前往上乡都是泪流满面 灵堂上摆着罹难者公宴的照片 公宴家属低声啜泣 难掩悲伤之情 除了同行的其他创意旅行团陆客家属 台湾观光局和创意旅行社业者 下午也来到灵堂祭拜 表示慰问之意 经过行问之后 公宴的家属表示暂时不领回遗体 也暂时不申请 相应是得证明书 公宴的家属29号一大早 就前往宴兰地检署了解详情 其他失联团员家属也随行 穿着银色外套的公宴姐姐公立 神情疲惫 看起来非常憔悴 似乎连走路的力气都快不够 而走在后面的公宴丈夫朱小青 神情也是相当的落寞 不发抑郁 有一件很完整的风衣 在电视上看 另外还在等待消息的家属 也没有放弃希望 一大早继续到宜兰运动公园 确认搜救人员找到的物品 有看到比较艳术的物品吗 现在还没有 看了又看 问了又问 依旧还是没有亲人的物品 不论如何 对其他还在苦苦等待结果的家属来说 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 也都是痛苦的鲜熬 家属哀伤的呼喊声 再次传入苏花公路断崖下 带着亲人的衣物 在断崖边摆上鲜花水果 家属双手合十 这一刻心中的最后一次生存希望 也跟着熄灭 好各位 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金人链接 来了解一下 今天台湾平面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很难 好的韩哲 在昨天的苏花剧院当中 是陆续传出了一些不太好的消息 我们来看今天苹果日报的头版 根据DNA的检验 已经确定大陆珠海团的公验已经罹难了 那么同时根据现在各方消息的汇总 失踪的创意团20亿人 现在是20人 恐怕已经是全部的落海 专家也是建议今后的救援工作和搜救工作 可以向外海进行展开 同时苏花救援已经过去了9天 一直处在于救援一线的那些救援队员 救援工作者们他们的辛苦 我们看到了 今天联合报黑白集的评论文章 向救难英雄们致敬 你们辛苦了 这一两个月以来 凡亚比台风以及鲜鱼台风是重创了台湾 其实台湾是一个自然灾害较多发的地区 除了刚才说到台风以外 还有地震等 那是不是在县市长选举 甚至说其他的一些政治选举中 要加上这一条 我们来看中国时报的一个建议 选举应列防灾证件 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这样一个事故 这样一个意外 能让岛内的政治人物切身的去进行一个反思 来真正的提出并且落实这样的防灾预警机制 还民众一个可以生存的安全环境 说到选举 我们来关注联合报今天的五都选战专版 那么今天专版关注了台北市的好龙斌和苏贞昌 苏好各有包袱 苏贞昌的问题在于 有民众不相信他选上以后可以坐满任期 而好龙斌的问题则在于 民众不知道花博到底出了问题没有 我们再来看 在这个专版上面还有一篇文章 就是说到好龙斌 做事的好市长是吃力不讨好 又是叫好不叫做 那可能是跟性格相关 我们再来关注 今天岛内媒体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则是在昨天就闭幕的花博市营运 我们来看中国时报的头版 花博市营运结束 人潮拥挤 那么人潮拥挤到底挤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们来看 测试最后一天 5.6万人 5万6千人 那么这样一个人数 虽然挤归挤 但是民众对于花博展现出来的那些魅力 还是给予了不少肯定的说法 我们来看 不展煞费苦心 成果让人惊艳 那么同时 英国的皇家园艺大师也表示 台北花博努力动人 那么花博下周就要正式的跟世人见面了 而在本周有一个盛会 要跟我们说再见 那么就是上海世博 这一次上海世博之中 上海跟台北这两座城市 在许多地方都展开了不同程度的交流 我们来看 旺报的文章 北户双城交流 那么海运员回礼 说的是上海将精心设计一座海运员 来参加台北花博 作为台北积极参加上海世博的一个热情回礼 那么同时 在这一次的上海世博中 上海世博的台北案例馆 也是给上海的城市建设以不少的启发 我们来看 同样是在这个版面上面 上海倾听接纳 向台北取经 好的 以上就今天台湾平面媒体的一些关注和报道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 安哲 好的 谢谢贺南 带我们一起来关注了 今天台湾平面媒体的相关报道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台南地院前法官李东颖 涉嫌包庇色情行业 遭台法院判刑 十一年两个月定验 发监前 李东颖搭乘渔船 私度到厦门藏匿 台移民部门与大陆公安合作 28号在广东珠海 将他逮捕 遣返回台 李东颖是海峡两岸 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生效以来 首位被逮捕 遣返回台的涉贪法官 不但戴着口罩 还用外套遮着头 潜逃大陆一年多的 台湾前法官李东颖 终于落网 没有勇气犯罪 为什么没有勇气面对你 十年前 李东颖担任台南地院法官时 涉嫌插谷色情美容店 还包庇业者 多次在警察临检的时候 要求放行 事情爆发后 李东颖不但遭到弹劾 还被起诉 最后在2008年10月 被法院判刑 11年两个月 只得公权八年定验 但他花40万元新台币 搭渔船私渡到厦门 在大陆期间 使用买来的假的 马来西亚旅行证件 目前移民署 正在对李东颖 进行人别的询问 以及了解 他偷渡的一些过程 还有他身上所持有的 马来西亚伪造的护照 的相关情势 在当局移民部门 持续跟踪两个多月 与大陆警方配合 在广东珠海 逮捕到李东颖 带回台湾归案 李东颖是海峡两岸 共同打击犯罪 及司法护助协议生效以来 首位被逮捕 遣返回台的涉谈法官 好 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台湾五都选举候选人 今天进行浩次抽签 北中南各地抽签现场 冲突不断 为什么参选人都这么重视 浩次抽签 不同的浩次有怎样的说法 东南卫视台北演播室 专访台北大学郑又平教授 为您带来独家解读 称五都没守住三席就算输 金普聪表态 将不起国民党五都选战 全部承败责任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台湾五都选举候选人 今天进行浩次抽签 在台北市方面 郝龙斌亲自到场 抽到了二号 马上开心的比出了胜利的手势 而民进党的苏贞昌 抽到了五号 绿营就立刻喊出五都全拿 不过绿营在郝龙斌进出场的时候 不断的呛瞎 双方还不时的爆发了拉扯 要抓我了 推选吧推选吧 郝龙斌推选 郝龙斌到场 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上前呛瞎 双方人马拉扯 郝龙斌抽完号码要离开 现场更乱了 揉揉郝龙斌 袁警和助选员拉扯人墙 把郝龙斌团团围住 绿营要突围 蓝营要护主 双方一路推挤 郝龙斌都走了 还有续集 我们两位青年军的女同学受伤 把我的眼镜整个都给扯下来 所以现在眼镜歪掉了 那我这眼角有欧青的状况 眼角都欧青 两边都说要验伤 也都谴责暴力 场外乱 但场内抽号码 大家就动口不动手 郝龙斌抽到二号 蓝营高喊胜利成功 孙昌长没来抽到五号 绿营则喊出五都全拿 虽然郝龙斌是恶梦连连 你来我往 谁也不让谁 六六大胜 六六大胜 你也十四哦 你也十四啊 我也十四 抽到吉祥数字的 开心念起顺口六 抽到不好念的 想破头也要卡一下板面 至于新北市部分 朱立伦抽到一号 蔡英文二号 决战新五都 浩次抽签 变成候选人 抢板面的创意战场 打台中和大台南市长 参选人浩次抽签 也是状况频频 台中市长胡志强 打扮成了智力矿工的模样 上台 却是因为支持者 带着竞选浩制进场 让对手苏家璇上台抗议 而在台南 国民党参选人郭天才的支持者 不满民进党参选人 赖清德阵营 带着大喇叭进场 双方也是在场外 炒成一团 可谓是整一个炒字了得 五都市长参选人抽签 台中市长胡志强 顶着大胡子 扮成智力矿工进场 对手苏家璇随后赶到 不过在抽签之前 苏家璇的夫人 质疑签筒有问题 还要求验签 现在有一种抽签 做病方法是很重的 有一支有冰的 一支没冰的 那是不是你摸一下 好吧 验完签 苏家璇抽到一号 胡志强抽到二号 胡志强的支持者 拉开印有好刺的宣传卷轴 苏志强也举起看板拼场 却遭到警方制止 苏家璇不满 远景差别待遇 到台上抗议 在高雄市 黄昭顺在国民党秘书长金浦聪 跟王金平陪同下 坐着轮椅抽签 抽到的是代表胜利的二号 黄昭顺先抽 陈菊杨秋新并肩坐在台下 视线从头到尾都没教会 接着上台的陈菊抽到三号 他比出OK的手势 杨秋新抽到千王一号 在台南民进党的赖清德抽到二号 国民党的郭天才则是抽到一号 不过因为赖清德支持者 进场时带着大声攻 对方支持者认为违反规定 双方发声口角 五都选战胜不到一个月 参选人抽签 好刺底定 选举热度也随着投票日逼近 逐渐增温 台湾五都选战进入倒数计时 近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表态 如果选输了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下台后 28号国民党秘书长金浦聪接受专访 为蓝营五都选战败选定义和政治责任定调 他认为得票率是次要的 只要没有守住原来的席次就是输 即五都之中 国民党如果没有守住三席就是败选 但是此次选战 党主席马英九并没有实际的操盘 所以金浦聪愿意负全部的成败责任 好的下面我们马上带你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来听听台湾的嘉宾他们对此的观察 河南时间交给你 好的韩哲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厅的嘉宾是台北大学郑有平教授 郑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话题跟五都选举相关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今天进行了五都选举的抽签 没错 很热闹 胡志强扮成矿工 各个选举人都是打出自己的招牌 很热闹 是不是台湾的政治人物特别重视这种抽签 是为了博版面还是怎么样 其实对台湾的政治人物来讲 所有的选举 基本上他们都是很重视地方的基层实力 但是有很多候选人 或许说所有的 其实都还蛮迷信的 譬如说你的竞选总部要讲究风水 当然你的号码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号码这件事情有人说第一方面就是为了好计 譬如说如果你是一号 那就是一码当先 二号的话就刚好比个V是顺利 如果三号 还得要再想个跟你自己名字有关的说法 四号大家最怕 因为必死无疑 那六号就是六六大顺 这个依此类推 但是现在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号码的在意还算其次 最主要的是每一次抽号码的时候 刚好可以做秀 你不管抽哪一个号码 其实他都准备好一套剧本 那有的人五龙五思 那居然像胡志强 这么有创意的人 可以想到自力矿工 跟时事结合 对 这个全世界大概只有胡志强会干这个事情 其他呢 就可能看起来就比较这个一般了 但是总是会热热闹闹的 敲锣打鼓或者是用大声弓 或者是用这个瓦斯喇叭 不管怎么样 就是要在现场造成一股声势 那另外呢 因为所有的媒体都会到场 你越做怪 你越是这个凸显自己 你那天上版面的机会就特别多 我们来看这次五都选举 其实上五都很简单 五嘛 只要赢三就是赢 那么现在民进党跟国民党 秘书长都抛出来 就是说 当然国民党金虎聪是强调说 输了自己负责 然后民进党五乃人是说输了主席负责 那么今天 现在金虎聪又强调了一遍 因为他很早就在强调 那是不是想帮马英九来挡一挡 没错 你这个观察非常入围 其实现在的状况是 两边是胶着状 而且呢 好像选情对于 譬如台北的郝龙斌 不是那么有利 那么台中的胡志强呢 现在倍感压力 因为苏家全正在往上跑 赶上 对 那么在这样状况之下呢 国民党已经没有过去那种把握 说可以稳拿三席 所以对于金虎聪来讲呢 他当然越说越保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前两天 无奈人说的这个话 就是我们民进党 如果说选输了 二话不说 主席当然下台 这个话人家就在解读说 难道吴乃仁是在逼宫蔡英文吗 当然不是 这话说的非常漂亮 因为吴乃仁已经很清楚知道 自己是坐二望三 所以 只要国民党拿不到三席 只拿两席的话 等同于败选 对 那么在这样状况之下 他先讲说 我们家的 小英 他是准备这么干的 那换言之下半句话就是 看你们家怎么办 国民党你要怎么做 那现在国民党又不是不懂 马英九曾经干过一次 就上一次选举 他曾经说过说 如果选的不好 我下台 哇 一下子来赢的票源集中了 但是最近的气势 好像不利于马英九出来 下这种赌注 对 所以 请补充 先出来打玉皇针 这就叫先消毒 先帮马英九 筑起一个防火墙 有事 我秘书长扛责任 那么五都选举 还剩下最后的二十多天 结果会怎样 我们有待观察 感谢郑教授 今天精彩的分析 谢谢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 韩哲 好的 谢谢郑又平教授 在台北演博士 为我们带来的观察 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之后回来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台湾艺人 大S与大陆 峭江南少东汪小飞 都在各自的博客上 证实两人 已经闪电订婚 不看好所谓豪门婚姻 李敖建议大S结婚前 先掌控财产 讲的内容 稍后为您送上 好 欢迎继续关注 东南卫视 海峡新感线 台湾知名艺人 大S传出 闪电订婚的消息 对象是 大陆峭江南 餐饮集团的 少东汪小飞 据报道 今天大S和汪小飞 都在各自的微博上 证实了这个消息 大S家人看到 他恋情开花结果 都非常的开心 经营银楼的徐爸爸 还说要送八两黄金 给女儿做嫁妆呢 王小飞 王小飞在微博写道 大家也别猜了 我俩就是订婚了 很冷静也不突然 只是在一个很恰当的时候 遇到一个对的人 我们只想有一个开心 舒心的生活 继续我的工作和事业 他也可以安静的回归家庭生活 大S则表示 自己也不算太年轻了 重点是很幸福 很确定 见第一面就知道是他 见第四次面就订婚了 他还在好友蔡康永 微博上留下照片文字 说不自由的爱是必修学分 真正的爱是自由的 字字句句 透露着热恋中小女子的心情 在夜色中捕捉到的照片 正是大S和母亲徐妈妈 步出翘江南会所时的情形 大S穿着豹纹服装 满脸笑容 就连徐妈妈脸上 也是挂着微笑 喜上眉梢 大S在台湾的家人 也送上祝福 对 因为奶奶很担心她 对 所以知道她真的 真的开花结果很高兴 所以我们旁边的人 就只能抱着 只要大S开心 我们就开心的心情 我只能说徐妈妈的 那个知名度 应该要扩展到对岸了 然后徐妈妈 她一直以来心中的大石头 我觉得现在应该已经是 彻底的放在地面上了 大S父亲 证实汪小飞和大S 明年二月份 将在台湾和大陆办喜宴 经营营楼的她 打算送八两黄金给女儿当嫁妆 大S的订婚对象汪小飞 是大陆知名参与集团 翘江南老板张兰的独子 作为富二代 汪小飞经常与女星的名字 连在一起 成为了娱乐界的 滑边绯闻主角 身家惊人的 翘江南少东汪小飞 和大S传出喜讯 立刻轰动华人演艺圈 汪小飞是 翘江南集团的执行董事 主要负责翘江南的海外设计 以及时尚创意等工作 汪小飞的妈妈 翘江南集团董事长张兰 是大陆近来快速崛起的 餐饮女富豪 她在2000年创办翘江南餐厅 把穿菜融入时尚元素 还有西餐的装潢和吃法 让她的资产短短几年 达到20亿人民币 在今年大陆富豪榜中 再度上榜 北京排名第58名 2009年 翘江南在大陆15个城市 共开店52家 汪小飞和大S传出恋情之前 曾经和张子怡的名字连在一起 而最为人所熟知的 是她和大陆女影星张雨琪的恋情 两人还曾被捕捉到 在机场热烈拥吻 不过在古神巴菲特的眼里 富二代只是比较幸运的金子罢了 未来发展会如何 还很难说 还得努力磨练 才不会成为幸运但平庸的第二代 订婚 徐家姐妹被台湾媒体封为 所谓的豪门姐妹花 向来不看好豪门婚姻的知名作家 李敖得知消息之后 赶紧隔空给大S建议 让她结婚之前先掌控好财产 李敖说 豪门婚姻破碎案例 时有所闻 所以大S得格外的小心 提前为自己留好后路 好 下面我们在大陆连线台北演播室 赫南你在台北还观察到 其他的讯息要告诉我们的吗 好的 韩哲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 两岸之间的金融业界的交流 可以说是捷报频传 那么在之前我也是说过 第一步总是最难的 第一步迈出之后 二三步就会接踵而来 在昨天台金融主管部门是公布 核准了大陆的招商银行 可以赴台湾设立办事处 那么招商银行也是 继人行以及交通银行之后 大陆第三家赴台设立办事处的商务银行 那么其实在另一边 也就是大陆方面 现在一共是有九家的台湾银行 已经设立了分行或是办事处 我们也希望 两岸之间金融业绩的交流 能够更加的热络 给两岸的民众带来更多的便利 好的 以上就今天 台北演播室的全部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韩哲 好的 谢谢河南 今天来自台北演播室的报道 各位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了 各位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 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晚间的收看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东南卫视 所有的主持人有更多的交流 就可以登录到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韩哲 祝您晚安